5.5颗水分 大家好 我是四位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质 mosquito 洒菌核的做法 跟大家先说明的是什么叫做直外线 我们在太阳的光谱里面 从波长400到700 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红橙黄绿蓝电子 这是我们可见光的波长 700奈米就是700nm以上的波长呢 我们称之为红外线 400nm以下的我们称之为纸外线 加了一个Y 就是因为我们肉眼开始已经看不到这些光线了 那纸外线呢 我们也会因为波长来分三个区段 有UVA UVB跟UVC 那UVA的部分波长就是315到400nm的一个范围 那UVB的话就是280到315 那UVC就是用来杀菌的 它的波长就更短了 是100到280nm这个范围 那我们先讲UVA 主要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捕纹灯 透过365nm这个纸外线的一个波长 吸引蚊子进来到你的这个机器 然后产生诱杀 在365对蚊子的趋光性是很明显的 另外呢还有种叫做验钞灯 可以拿出纸外线的一个光 那这个其实也是UVA的一个范畴 你看这是钞票 它是看起来是一样的花纹 纸外线去照射的时候 有发现其实它的一个荧光的反应就会出现 反正原本不照的时候没有 那照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验钞笔的应用 那验钞笔其实也在UVA的范畴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做光固化的 我们键盘里面其实它上面都有一些 我们的一个符号 这些符号呢 其实它就是网板印刷 印刷成UV的一个油墨 那印刷完之后 紫外线去照射 它的这些油墨就会固化 所以它会照射两次 一次是白色的油墨 照射完之后 其实你看它上面 其实还有一圈透明的一个油墨 所以它会在上一层 保护成透明的油墨 这些都是用UVA来做光固化 那还有其他呢 其实你可以做一些滤网 那这个滤网 其实里面是加二氧化钛的一个粉末 那它UVA跟二氧化钛 其实可以做光粗酶的一个反应 就可以达到除臭除甲醛的这个功能 这是光粗酶的部分 好 那再来就是UVB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杀菌的一个功能了 但是它的杀菌能力 还是没有UVC这么强 所以UVB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用在医疗器材 那医疗的行为里面 比较常见的就是皮肤癌 皮肤癌表面的细胞呢 因为这是不好的细胞 它会透过UVB 把表面的细胞的坏细胞杀死 里面的好细胞呢 因为它的强度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可以保留里面的好细胞 不会被杀死 所以UVB是用在医疗器材比较多 那再来就是我们常见的UVC UVC它的波长很短 光的一个波长 其实是可以穿透到我们有机物的细胞 这种细胞里面都会有DNA的这个链接 代表着它是可以一直复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如果UVC 打到这个DNA链接的时候 会把链接打断 它就没有办法再复制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翻炎下去 就达到了杀菌的一个效果 所以UVC用来做杀菌 其实是非常的有效的 就像医院的手术师 它的一个杀菌的一个手术道的杀菌箱 其实它主要杀菌 还是以直外线UVC来做杀菌 那我们知道杀菌有三种方式 比较常见的 第一种是高温杀菌法 就是像奶瓶蒸汽的消毒锅 它就是利用高温的杀菌 或是我们之前的口罩 用电锅上面去做一个杀菌 但是有些东西 它没办法经过高温来做杀菌 可能高温的时候 它可能会融化会变形 所以高温杀菌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缺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清洁剂的杀菌 就包含酒精、漂白水 那这些液体呢 其实它是可以杀菌的 但是必须上面做一个擦拭 第三种就是我们紫外线杀菌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 紫外线杀菌的一个做法 好我们常看到的 就是紫外线杀菌 就是紫外线灯管 是UVA的 它的波长是315-400nm 那以这次来讲 它就是390nm的一个紫外线的灯管 那这灯管它就是黑色的 那如果今天是UVC的话 它这个灯管就整支都是透明的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整支都是透明的一个灯管 如果你要买的话 请选择透明的灯管 而不是黑色的灯管 虽然这两种都是紫外线灯管 但是这两个波长 只有透明的这种UVC 才能达到杀菌的效果 黑色的这个只能做在验钞 或是捕纹灯上面 这就是紫外线灯管的LED 大家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紫外线灯管 不小心摔的破了 而且里面还要含有水银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适合 做在会震动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的方向性是光是往前打的 那一般的灯管它360度 大范围是曝光 那如果说我今天打光的时候 如果只有希望下面要照射 上面不照射的话 就还要一个反射层 所以它其实效率不是那么好 那LED的优点就是 它的方向是指向性的 它是往同一面去发射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 紫外线杀菌盒呢 基本上我们就用LED来做这个光源 那这个容器呢 你可以选择你手边的任何一个箱子 金属盒子的好处是 里面其实它是金属的一个反射层 所以UVC在这个金属的反射层 它比较不会被吸收 可以有效的在里面做一个循环 让我的一个物体是可以均匀的 做到杀菌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你今天家里有一个便当盒 像这样子的一个便当盒 也是可以用的 还是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因为它也是内部有一个铝箔的材质 使UVC的这个光线可以在里面均匀的一个混合 所以这个也很适合做一个紫外线的杀菌的一个容器 如果你今天只是有一个盒子 那这个盒子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铝箔的一个材质 可以做反射的话 那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可以准备家里的铝箔纸 那这铝箔纸呢 我可以做一些往内压 好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做到 呃紫外线在里面做一个反射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纸盒 透过这个铝箔纸呢 我就可以达到一个反射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也可以做杀菌的一个消毒盒 所以我基本上我们可以做成纸盒状的 可以做成便当袋的 那也可以用铁壳 来做一个紫外线杀菌的一个容器 主要就是要让里面的一个反射层 可以均匀的反射我的紫外线 好那我们拿出我们的UV-C的LED 那其实我手边还有一个UV-A的LED 那其实它打出来光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测试看看 我先拿出我们的MDB 然后送电 然后我做了一个一个转接板 那这转接板呢 是可以让这个灯板是可以直接做点亮的 那我们来设定电压 设定成10V 那我们设定电流呢 我们先把它设定到100mAh OK那我先把它插上去 好那因为灯光比较亮 我把它调暗一点 好刚尽量 其实它打出来的是紫色的光 它电压大概是3V 3.1V左右 那总光率大概是0.3W左右 这就是UV-A的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那它打出来光呢其实比较偏紫色 好那我今天 把它换成UV-C 好 我们看到UV-C其实打出来的光是偏白色的 好它是偏白色的 所以UV-A跟UV-C其实它紫外线打出来的光是 是不太一样的 那看一下它的一个电压 它电压大概是5.24V 所以其实UV-C的电压是比较高的 它的一个功率大概是0.5W左右 所以这是UV-C 所以UV-C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光是比较白色的 UV-A是比较紫色的 那第二个就是UV-C它的端电压呢 它是比较高的 它是超过5V的 如果说你今天是供应给它是用U10V来做供应的话 那因为U10V是5V的电压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深压的一个 驱动 利用这个深压的一个 电路板呢 把5V的电压往上升 升到7V 8V 然后再透过 线流电阻来做降压 来供应这个UV-C的这颗 LED 让它很正常的工作 好我们现在 把这个LED灯板来做一个 拉线流的工作 因为我们今天要焊的是鱼器板 因为它的一个热容器比较大 所以比较容易把热带走 所以我们把它设定成350度 350度 好到了好 先把电线上面撕起 因为TS100它本身它的一个功率很大 所以它其实在焊在这个鱼器板上面 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 不会因为就是热 把它的一个热量都带走 所以LED灯板很轻易的就焊上去了 好所以LED灯板很轻易的焊上去了 那接下来拿出我们的铁盒 我把它贴在这两侧 贴在这两侧 再贴在这两侧 那这样的优势就是我的光 接着可以均匀的往内打 拿出我们的一个双面胶带 好那LED就装好了 因为我们两颗LED 那我们可以 因为它有这个深压冰鱼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串联 所以 正起跟复起 接在一起 那另外 正起跟复起 那就可以去驱动 那因为我们刚知道 我们电压是5伏特 所以我今天我的上线的一个 电压 我把它设定成 15伏特好了 那限制电流的部分 把它改成 100mA 再点亮它 OK左右两边都亮了 那看一下 它的一个电压值 电压是10.6伏特 所以我们深压的话 也一样把它深压到10.6伏特 那再来我们把它借到这个板子上 那因为这个板子呢 是深压电路板 我们预期输入是5伏特的USB OK 那我们拿出我们的电表 我们现在电压是大概是5伏特 那我们把它做成条件 我们现在定压是大概是5伏特 那我们把它做成条件 拿出 一次起子来做条件 直接就扶了 OK 直接扶了 OK 就这样 碰壹出 直接扶了 來供電試看看 好 可以拿出UGB線 連接在這個生涯電腦管上面 隨便 看一下 有亮 是有亮的 來看一下它的一個數值 電壓是無福特 電流是0.19Ah 輸出大概是1W 剛剛知道說我們單顆是0.5W左右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1W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運作是正常的 那供電也是正常的 這邊有串點的地方 先把它確認起來 再把線路做一些調整 那個膠帶都盡量選擇淺色的 那如果你要鋁箔膠帶的話更好 那可以是達到最好的一個反射率 那我們再試看看 拿出Micro USB的線 然後接在這個生涯板上面 然後呢 接著我的行裝電源 OK 那它已經在工作了 那你可以把你的口罩放進來了 做一個殺菌的動作 那因為你貼上去的時候 它是到底部的 那底部沒有辦法殺菌 那所以我可以拿出我的一個 那我就把它放上去 它就一個撐起來的一個效果了 好 把它把它蓋起來 好 那這個口罩就殺菌完成了 那當然你可以 插去手機 把它蓋起來 就可以把你的餐具 這個效果 這就是我們的殺菌盒 謝謝大家觀看 謝謝